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小宇 我的刹车先断了 我现在躺在山上 你能不能来救我 好 我马上来 哇 今天你骑平靶车喔 那你什么时候买了这台 那这样我带的先不对啊 那我要回去换线 那再等我一下 好 这次带队了 那我们就来放吧 人力越大 承认越大 如果你还保不清楚 刹车线要用哪一种规格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专一机制小宇的频道 我是小宇 最近小宇在车店 有一次遇到客人觉得刹车怪怪的 然后打他来 发现是这种圆铜的刹车线卡在弯把车里 客人的说法是 我就没有动啊 一直来就打这样啊 小宇一向都很相信客人的 所以只好跟他一起骂三个帮他换线 就祭祀了 好啦 不管是谁换的 先看完小宇这集 保你一生平安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 单车线组的各种规格 首先 我们先来认识线组运作的方式 小宇这边就实际拿下一条线 来跟大家介绍吧 基本上线组是由外管内线所组成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条银色的线就是内线 当按压刹车或是变速把手的时候 内线便会在外管当中移动 去达到刹车或是变速的效果 了解完基本的原理后 那就让我们来介绍各种线材吧 小宇的手边有三种不一样头型的内线 这三种内线都是S系统的 那什么是S系统呢 就是The Red以及Shimano 基本上所有小厂的线组 都是跟着这两个系统去走 那如果你的车是Cambi的 那等等也会有图片喔 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条线吗 这个是蘑菇线头 线的外径是在1.5-1.6mm之间 这个是S系统使用在弯把刹法的刹车线 第二条则是大圆头线 线的外径也是在1.5-1.6mm之间 这个则是使用在平板刹法的刹车线 第三条线则是柱状线 线的外径是在1.1-1.2mm之间 这个则是使用在S系统的变速线 不管是平板或是弯把的车 都是使用这种喔 那聪明的你一定知道 这种S系统上法要中哪种内线吧 对!就是蘑菇线 生命层可贵 小雨加更高 弩卫客家贵 两只能借更好 人家刷一次你就知道痛喔 再让我放在客人的玩法车里面 是远头线 我就... 帮他换线 好啦 答应大家的S系统内线图在这边 图中ACD是我们刚刚介绍的S系统内线 B跟E则是C系统内线 B是刹车线 E则是变速线 可以看到它们比S系统的线头 都要小了那么一点喔 以上线材 后来小雨从来没换过 看来我们店没有闻清了 嗯? 好啦 接下来则是介绍外观 小雨的手边有两种外观 分别是Jack Wire的CGX XL 跟LEX XL 这也是最常见的通用等级外观 那我们就先来介绍CGX吧 这是外进维5mini的刹车线管 从最外层开始是塑胶皮 然后是环绕的钢丝 最后则是柱油塑胶管 环绕的钢丝结构 小雨这边有个透明的 大概就是长这样 就是一条较粗的点丝 一直绕圈圈缠绕住塑胶管 这个在刹车的时候 圈跟圈中间 会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挤压 让刹车有一定的空间 才会完全的锁死 另外这种构造有个好处 就是走线的角度 可以比直丝管来得大 所以其实拿来做刹车外观以外 也有变速线的版本 在Shimano新Shadow结构的后变速器 因为走线的弯折角度比较大 所以现在在Jagwire的盒装线中 也有短短的CGX SL4 mini的变速外管啦 不過切记 变速不能全段都使用这种管 不然真的会出事喔 另外这个则是LEX SL 这是外径为4 mini的变速线管 从最外层开始一样是塑胶皮 然后中间则是一条一条的直丝钢丝 最后则是柱油塑胶管 直丝的结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管线的前端 这个结构有个好处 就是可压缩空间很小 所以适合在变速上 在收紧的时候比较精准 然后不会有误差 但这个结构的缺点是 无法做一些大角度的弯折 所以极弯角度比较极限的朋友们 可能要注意它的耐用性喔 那中间的STUDENT 你们一定知道 这种HEAD 要用刚刚Introduce的哪种外观呢? Yah! Let's ride! We did it! 就是这个5mini的CGX SL喔 那小宇像是在认识店 看到客人的刹刺线 插在寺命的LESS喔 小宇该怎么做呢? Let's ride! 介绍完内线外观后 我们就要来介绍刚刚取下线上面的其他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取下的外观上 在头跟尾有两个套子 这个是称为端套的产品 目的则是保护管线 至于管线的两侧加不加端套 这个是跟车架及变速器的型号有关 像是这条刹车线 就是两边都需要加上端套 基本上判断的方式 就是你先加端套 如果可以顺利进去的 那就是要加 反之进不去的 那就是主用家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小宇的收藏品吧 这边只简单介绍几种 第一个是我们的标准刹车旅套 这个适用于5mm晚进的外观 而装上端套后外进则是6mm 第二个则是我们的称里刹车旅套 它跟上一个端套几乎长得一样 只是多了一个长长的尾巴 可以增加防水性 缺点也是主力会稍微的上升 但有一好绝对没有两好 用这个阻力会稍微的上升 变速的端套 我们也简单介绍两种 第一个是标准的变速旅套 它适用于4mm管机的外观 装上端套后的外进则是5.7mm 第二个则是称里变速旅套 它的适用管境外进跟上一个一样 只是多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去增加防水性 缺点也是主力会稍微的上升 那如果大家对这些换套有兴趣的话 以后我们会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 接下来是管线尾端的部分 这个是刹车弯管 可以让内线走一个90度的转弯 通常常见于V甲刹车上 前面的这个则是防尘套 用于防止水汽脏东西进入管线之中 最后则是收尾用的线尾帽 好啦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这集主要带大家基础的认识 线管跟线材 希望大家不要再把平板用的圆头线 塞到玩把车里 然后也不要把4mm的LE XL 拿来当成刹车线外观 你穿的时候都不会觉得很卡 最后提醒大家 你只有一条 不会穿 不要乱穿 尤其是刹车 看看核桑线里面的厂商说明书 或是看看小宇的频道 我会多花你多少时间的 我是你的不专一机师小宇 希望这集有帮助到你 我们下集见啦 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给你所有的车友 如果有什么喜欢看的主题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喔 那小宇下次在刹车店 欸 刹车店什么东西 那小宇下次在车车店 看到客人的刹车线 插载声音的LESS 小宇该怎么做呢 小宇该怎么做呢 妈的哪个是当装的 给我出来喔 出来喔 快点 我对可以说 我会订阅什么的 我看回来 不我对我 有那么多声音乐 字幕提供